这个是去背 去背的话我们用一个图案来给各位说明 我现在去AIB 这边 假设我画一个图案 就这一只鸟 我去找真正的照片 但是我找的时候 尽量找那个背景比较干净的 就是单色背景的那种向量的图片 所以你看它那个支援吃的很重 所以你档案很大的时候它就比较顿一点 好 所以你准备好图案之后呢 如果你要去背 我就点这个工具 然后点一下这个去背去除颜色 那点了去除颜色之后呢 你在那个你不要的颜色上面点一下 他会帮你做 你可以稍微拉一下 把你不要颜色的地方稍微拉一下拉一下 然后就按OK 他就帮你做好去背了 好所以你就得到一只干净的天儿 好这个是去背的功能 去背功能 那背景比较单纯的话会比较好运作 好背景单纯会好运作 好有一个旋转功能 我们稍微讲一下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那个俄罗斯轮盘 俄罗斯转轮盘那个 好所以我就直接做一次给各位看 我们一样输入一个圆形 好输入一个圆形 然后呢我一样给他涂颜色 好涂好颜色之后 我这边这一个叫做均分 平均几等份这样 好我点一下 那我给他六等份好了 六等份 所以他就会帮你做好六等份 然后我顺便把那个六等份的名字 或者题目打上去 假设我这个是1 是2 好当然像我们有时候分组讨论 我可以把题目放在里面 好有六题 然后大家就是挑题目 就是让他用转的方式去挑题目 好然后我用选取的工具 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把它放到中间 其他的就依此类推了 好假设我都弄好之后 我要把它整个组合起来 好整个组合起来 所以我一样是选取工具 然后这时候 我要把六等份全部都选到 不要遗漏 好数字也都要选到 好这样整个弄好之后 我就把它群组 它就变同一个东西 好它就变成同一个东西 那变成同一个东西之后 各位你我先全部做一遍 好我们再分解动作 让各位做一下 好那同一个东西之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功能 叫做旋转一段时间 好所以你就可以点这个东西 它就会转 然后会自动停 它会自动有一段时间之后 就停下来 那所以你可以再补一个那个指标 所以我画一个三角形 我画一个三角形 好然后给它转个方向 做当做那个指标 好移一下位置 好这一个呢我把它锁定 锁定选取物件 所以它就不会动对不对 好所以所以将来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就比如说分组或者是你们学生的学号 我要指定谁起来发表 好所以播放模式呢 然后你就点到点到它 好这边选取 选取状态了 点到它之后你就可以让它旋转 好然后转到谁就谁说话 好转到哪一题 你就做这一题 好这个是俄罗斯轮牌 好各位可以试着实做一下 好所以我给各位的讲义里面 我有把步骤其实有写在这边 在应用情境这边 应用情境这边 这边有一个做教材的阶段 好这边有做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刚刚那个叫命运转轮盘 我把步骤写在这里 好所以你先画字一个 画一个圆 圆的图然后去做等分 在它的物件功能里面有等分 然后去着色填字 然后把它群組起来 群組好之后 你再做一个指标去把它固定 然后你就可以在简报模式去做旋转 好 好来各位老师我们练习一下 把这一个做一下 好的 好 小叶子